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采访报道 关心民情大变 中南海因和权威禁失 有消息指 现在从中共官场饭局到民间 都在私下骂中共党魁习近平 人们叛共产党垮台 分析认为 十年间 中国国内体制格局和关心民情已发生大变 矛盾的焦点变成习近平个人独裁 但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只是要换一个领导人 传中国饭局流行骂那个人分析 关心民情大变 中共党魁习近平陷入空前执政危机 有关官员选择躺平 以及民怨沸腾的信息持续传出 台北上报25日刊发杜正文章披露 现在从中共官场饭局到民间 都在私下骂那头猪或那个人 一名中共退休老干部说 那个人刚上台时人们对他还抱点希望 现在没人说他好 都骂他 人们都盼着共产党垮台呢 华裔学者李恒青27日对大纪元表示 他听说过这个饭局笑话 他认为这代表人心所向 中国关心民情发生大变化 李恒青提到 这些年他有时会跟中学的 大学的同学通电话 或者是他们到美国来见面 可见在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他们还是对习报有希望的 大家觉得习搞反腐 那些不可一世的中共官员 被他弄得很害怕 大家心里高兴 但后来发现习是选择性的反腐 大家开始怀疑他 到后来就发现他每一个动作 几乎都是为了抓权 真正实际做的事情 多数都是愚蠢的 或者是劳民伤财的 再往后从怀疑就变成不满了 再到后来 就是搞共同富裕这件事情 把很多人的财富都掠夺了 大家就开始愤怒 李恒青认为 过去一年的中国国内民情 发生更大变化 主要源于经济危机的触发 中共搞了三年封控 把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关起来 经济搞垮了 现在放开封控也没用 很多人失业 人们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 当局强调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结果是说假话编造数据 事实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1月26日对大纪元表示 这些年 中国造成内部冲突的体制格局 发生大变动 本来中共的专制体制 导致的是整个共产党 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原来是所谓的集体领导 整个的社会矛盾是一群人和全国人民的关系 但是现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现在习近平事实上成了一个共产皇帝 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已经多出来一个当事人 赖建平说 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变成习近平个人独裁 不只是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还有人民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共产党体制内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原来是没有党魁和中共体制内之间的矛盾的 比如说胡锦涛当政 整个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对胡锦涛没有那么大的意见 内部没有那么大的反胡的声音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体制内也有人反习 体制外民间也反习 又反共又反习 体制内的共产党人又反人民又反习 反习现四波浪潮 学者 中国不只是要换一个领导人 习的第一任期 因为反腐打虎 抛出一些改革措施 一度收拢了一些民心 其实不存在反习 上报文章归纳了 让习近平权威见识的四波浪潮 一是习在2017年10月的19大上成为党核心 集权成功 2018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 当时有了第一波反习潮 由中共红后代和官场内部引领 二是同样也是红二代引领 2020年初 中共病毒从武汉流行开来 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 房产大亨任志强 因为在文章中批评习近平 是一位包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后被以贪腐名义判了18年 但习近平也因此名声受损 三世疫情三年期间 习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清零封控 制造人道灾难 2022年发生四通桥 反习横幅事件和白纸运动 人们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的口号 四是习近平在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上成功进入第三任期 近期在中共内外交困之下 红二代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 先后发了多篇后来被删的文章 以称改革开放 纪念李克强等名义 按批习近平 对于有红二代带头参与反习 李恒青认为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认为习不是什么英灵领袖 想换一个人继续保江山 当然 红二代当中也有有识之士 愿意往民主 自由 法治这个方向走 中国需要变化 不是说换了一个领导人 就能解决问题 是要换体制 真正有自由 有民主 有法治 中国才会好 而且一定会好 李恒青说 到最后 真正推动大变局 还是要普通老百姓 能勇敢地站出来 比如反抗风控成功 最重要的 就是白纸运动 普通民众都上街 他们的力量 让共产党感到害怕 李恒青说 历史上引发变天的 都是偶然事件 中国的情况 有可能出现民变 现在遍地是干柴 只等火苗 同时 国际社会 现在对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持负面看法的 越来越多 一旦中国发生大事 国际社会会支持中国 向自由和民主方向发展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滔滔的民意压力下 中共内部分裂解体 有人反抗一击 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有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